先生幾乎天天夜歸 你在哪裡 怎麼還不回來 就兇趴趴的語氣 你變回來了 我就去把門鎖起來 工作一大堆事情 然後夠忙了 然後回到家裡 還要跟一個母老虎相處呢 有誰喜歡這樣的方式 你說誰是母老虎 我們家裡又沒有住在動物園 誰是母老虎 你講清楚 欠我們這個母老虎 那怎麼辦呢 那你就是找那種 二、四小時的書店 去裡面逛逛逛 逛到半夜十二點鐘 再回家 想說老虎應該也累了 就不用回去吵架了 不是很好嗎 愛上一個不回家的人 很過分耶 為什麼我一開口唱歌你就笑 你能夠接受老公 夜歸 甚至不回家嗎 有沒有不回家這麼離譜 你很晚回家 三、四點 凌晨三、四點耶 你這個都在說那種 二、三十年前的事情 你這個 我才嫁給你二十年 講話太誇張 幾年前的事情了 過往先生跟我 因為感情很不好 然後我們常常吵架 在那個時期呢 先生幾乎天天夜歸 那到底是為了生意 必須在外面應酬 還是只是純粹 自己愛玩風花雪月 那只有他摸著良心 才知道 那時候他都常態性很晚回家嘛 那當然我心裡有很多不平衡啊 小孩還那麼小 為什麼都是我在顧家 那也希望先生早點回家 可是我卻用錯了方式 十一、二點會答案給他 你呢在哪裡 他媽還不回來 就凶啪啪的語氣 那或者是一、兩點 兩、三點 一直這樣子 嗑到最後 你不要回來了 啪 先發智人 我就先掛他的電話 那三點鐘還沒有回來 真的是誇張了 是我的極限了 我就去把門鎖起來 那年輕人哪有不喜歡出去玩的 對不對 那時候也不年輕 那出去玩之後 回家一定是按電鈴 被門鎖在外面 按電鈴 希望他開門 結婚 回到家裡 每天工作 講太多了 講太多了 工作一大堆事情 然後 夠忙了 然後回到家裡 還要跟一個母老虎相處呢 有誰喜歡這樣 你說誰是母老虎 我們家裡又沒有住在動物園 誰是母老虎 你講清楚 有的時候真的沒有局呢 也沒有預約 但是又不想去回到家裡 面對李倩蓉這個母老虎 那怎麼辦呢 那就是找那種 二、四小時的書店 去裡面逛逛逛 逛到半夜十二點鐘 再回家 想說 老虎應該也累了 就不用回去吵架了 不是很好嗎 我也不喜歡在家裡 堵守空閨的感覺 呀 剛剛分享的是過往 在我們感情最不好 然後 發生的爭執過程 也是當時的錯誤示範 因為我發現 如果我真的很希望老公 可以早點回家的話 其實我應該要用溫柔公式 用真心真情呼喊 然後讓他覺得說 回到家是一個很溫暖的地方 而並不是用威脅攻擊 甚至謾罵的方式 最後還鎖門 明镜与点点栏目